各位记者朋友好 我是港岛总区创案组第二组总督察 去康杰 今天我会和大家简报一宗刚刚侵破的爆舍案件 有鉴于港岛区在过去几个月 爆舍案件有上升的趋势 我们港岛总区刑事总部做了一系列的情报分析 就着针对一些商业大厦的爆舍案 我们在昨天即是10月30号 我们进行了一个反爆舍的行动 我们探完在晚上的九点钟 在礼顿道一个商业大厦对出 就截停了一名中国籍的男子 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私营的装物 包括一些现金 一些银包里面有一些不属于他的信用卡 也都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爆舍工具 这些爆舍工具就包括是士巴拿 罗斯批和百合时 我们探完随后也都在商业大厦里面进行 进一步的调查 就确认了大厦里面的其中一个单位 是被爆舍过的 我们联络了户主 亦都经户主点算了他的失败之后 确认了我们截停的中国籍男子身上 找到的信用卡 是属于被爆舍单位的护主 所以我们最后把这名中国籍男子 用爆舍罪名拘捕 被捕的人是42岁 拥有伤情症的 我们其后的跟进调查 也都有理由相信这个被捕人士 和过去12个月里面 在港岛区发生的另外16宗的爆舍案件是有关的 那16宗的爆舍案件 全部都是针对一些商业大厦的 里面的室物包括一些现金和贵重的个人财物 有标和首饰等 而这16宗的案件 总损失金额一共是港币50万元 这个被捕人士 现在我们将会通宵扣查 我们不排除稍后会落案控告他爆舍罪的 那想补充一点 除了刚刚我说的 刚刚征破了这种爆舍案之外 其实在过去6至11月这几个月期间 我们港岛区不同的刑事单位 期间也是不断地进行一些 情报主导的反爆舍行动的 那在这几个月里面 我们这些情报主导的行动 一共就是成功征破了48宗的爆舍案 拘捕了8名的涉匪 而这8名的涉匪 也都全部被我们检控了上法庭 那最后就是一个呼吁 年近岁晚 也是传统上过去这么多年 一些涉匪是犯案的旺季 所以警方在呼吁 就是说一些市民大众 无论你是住宅的 或者商铺的住户 都必须加紧你们的防盗 另外一些保安业的从业员 也都需要 是谨守岗位 是多些巡查自己的大厦 和捷停大厦出入的可疑人士 如果遇到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身份不明的人士 应该尽速报警 让我们警方去处理 那我们警方也都会 继续弹性地 调配我们的资源 去继续应对这个 不断转变的罪案趋势 我会交代这么多 大家可以有问题 所以旅游身份入境 没有 旅游身份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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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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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有没有资格 这个涉匪我们调查 当然它之前牵涉到另外16宗 当然它在香港 没有任何刑事记录 我们的调查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独行俠 它应该是没有同党的 它主要的犯案手法就是 它会是 通常选择一些 保安相对没有那么严密的 商业流域 它会做一些所谓的踩线 事前它会去一些目标单位附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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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视一次 然后选择适当时下手 会不会说它会 计划一些记簿 这方面我们没有这个资料 应该就是没有的 他有没有说 它主要是有包夹蚊 或者它的装饭 就是刚才有包到一些鱼蚊 因为有什么小装在内地 还是香港的小装 这个我们会去调查方向 但是它主要是用一些 就是罢射工具 刚才我说过的罢射工具 就是叫开一些 商铺的门 或者玻璃门 然后穿进去里面 去搜量 那视乎那个单位本身 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 那就是没有特定 针对某一类的店铺 但是它主要都是针对一些 商业大厦的单位 过去十二个月 哪里来到香港 有一次 他犯了是十六宗案 所以最少是十六次 其他我可以 他每人来香港 就没有人来到香港 可以这么说 那他今次是 给了很多人来到香港 今次他是 昨天来香港 那就随即要犯罢了 接着就已经被我们拘捕了 我们的情报显示 那里有机会是 有人犯案 所以我们就 尽量一个反 反爆竊的行动 没问题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